随着韩国生育率持续走低 全韩托尔索数量在最近五年间减少了将近1万家 保健福祉部的数据显示 以去年底为准 全国共有30,923家托尔索 较2017年底的40,238家减少9315家 这相当于五年间 全国每四家托尔索中就有一家关门 减幅最大的是家庭型托尔索 五年间从1.9万余家减少至1.2万余家 减幅将近40% 家庭型托尔索主要开设在大型沟运楼盘和住宅区内 规模虽小却有离居住地近 环境与家庭相似的优点 一直以来需求较大 随着韩国总和生育率于2018年跌至0.98 主要看护不满周岁婴儿的家庭型托尔索受到了影响 若生育率持续走低 预计其他类型的托尔索也将加速消失 家长团体督促政府采取对策 应对近期幼儿园托尔索不断关闭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